欢迎变得时 售价确实 网友大呼 良心价 小伙伴们 最近有没有关注手机行情呢 最近各大手机市场 也是一片热闹 恰逢各大手机 经级发布会 也是很热闹的 而今年的苹果十周年特别版 苹果也是放了大招了 将发布特别版的iPhone 8 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尤其是作为十周年 苹果系列的手机 更是准备正起劲儿的 而华为魅德10 作为华为世界最强的旗舰机 各方面也是相当优秀 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成为与之iPhone 8 正面对抗的国产旗舰 随着苹果的 而华为方面也不甘示弱 华为魅德10所包含的黑科技 也被网友发出 新970处理器 华为魅德10 还将会采用前后 四摄像头的莱卡认证 并且拥有第二代超级快充和无线充电 红膜识别 CPU与GPU性能都会大大增强 这样看来魅德10将会成为新一代的水平机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悍 不复旗舰之名 全面屏版本那个是 在外观方面采用全面屏设计 而且 华为魅德10 根据消息会搭载全面屏 毕竟这些全面屏已经成为主流了 屏幕大小达到6.10寸的2K屏幕 以及第三代莱卡双撤超级快充等 华为魅德10的价格相较于之前的手机 会有些人幅度的涨价 据爆料 在欧洲售价折合人民币是480元 不过在国内市场将会便宜一些 不过也在有些人左右 众网友分文感慨相比于苹果三星的顶级体验 这个价格可谓是相当实惠了 不少网友表示 这次可以买了 黄色变得时